欢迎收听《卢岳刚著赵紫阳传》 一位失败改革家的一生 中卷 第三部 赵主岳 动荡不安 1964-1975 第十二章 监护 流放 解放 第四节 天上掉下来个大书籍 或许是愿望谦卑而真诚 在一片肃沙毫无希望的形势下 天上掉下来一个大馅饼 北京突然给了赵一个更大的副书记 1971年5月的一个晚上 无论是夜黑风高还是月明星熙都很恐怖 午夜一两点钟的时候 突然有人急敲赵家门 说接到上级指示 要赵起床穿上衣服立即出发 问去哪 说马上去长沙 赵坐上乡中机械厂唯一的一辆吉普车 直奔长沙 200多公里的路程 夜行车 路不好 路程要走五六个小时 只有司机与赵 司机表情严肃 不跟赵说话 事后赵回忆说 我在车里猜想 他为什么不跟我说话 是不是我的问题升级了 到长沙逮捕我 可又不像 要逮捕在厂里就逮捕了 或者是某人到长沙 叫到长沙去汇报思想 锻炼情况 都不是 到长沙也没停 当天赶火车16次特快去了北京 下火车直接去了人民大会堂 见周总理 像是时空穿越 把未来总理从偏僻的湘西连远 天旋地转地运到了北京 见当下的总理 乡中机械厂至人民大会堂 对于一个流放者而言 是多么遥远的政治距离 周在人民大会堂主持一个高层会议 把赵叫进去 周见赵 指着开会的人问 这些人你都认识吗 赵说大部分认识 周既把赵拉到会场的一边 交代突然赵赵进京的原因 赵不摸底 试探者对周说 对自己过去的问题认识不清 被周打断话头 周说 今天不谈这个 周立即切入正题 说经毛主席和中央批准 调你到内蒙古去 担任自治区党委书记 后天召开内蒙古党待会 马上出发 赵说 我这几年什么都不知道啊 周说 我已经想到了 为你准备了一套文革以来的中央文件 关于赵突然被启用 原因大致有两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 来自黄永胜 1971年 周恩来在为内蒙古班子头疼 犹太中出任革委会主任 但是不懂地方工作 要黄永胜出个人选 黄推荐了赵紫阳 总理 你为什么不能用赵紫阳呢 他历史清楚 没有被俘过 年轻 有能力 有干劲 懂农业 在广东 干得很好 现在又不算打倒 挂起来太可惜了 可以让他重新出来干 第二种说法 来自 纪登魁 1969年 中共九大 纪当选政治局候补委员 成为能够正确对待文革的老干部代表 毛的大红人 既在中央 分管组织人士工作 摸着了毛响 解放老干部的想法 有个简报说 赵紫阳在下面 表现好 把简报送给了毛 毛批解放 既此时 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兼军委办事组成员 北京军区第二政委 后任第一政委 内蒙古属于北京军区管辖 既向犹太宗交代 这个人安排给你第五把手 也可以按照二把手使用 管农业 财贸 以上两种说法 都有各自角度的合理性 黄永胜中共九大 升任政治局委员 黄永胜与赵 交集时间最长 1968年 进京 任总参谋部 代总长 之前都在广东驻扎任职 对赵才干十分了解 黄有为赵说话的理由 913事件后 林彪集团崩溃 黄秋二位受株连入狱 赵重新主阅 八十年代任总理后 为黄家的孩子 在广州找住房 也为秋会做的孩子 批办进京指标 投桃报礼 这是一个黄为赵 解放出国力的佐证 姬登奎与赵的渊源更深 如前述 源自于纪鲁玉敌后根据地 1943年华县 固电瓶运动 纪文革期间调任中央 卫尊权贵 既管专案又管人事 进而肩负毛的重托 掺瞎子入主北京军区 当然前提是 毛要解放一批 老干部的想法在先 毛对赵的解放 是否有批示 带证实 至少有明确的意见 否则周 季等不可能顺水推周 解放赵 赵之前 当时还没有解放被打倒的 省委第一书记的先例 或许与赵党内资历潜 没有山头 能干有关 也与文革打倒一大批干部 严重缺干部 急用人有关 黄永胜晚年回忆说 周恩来文革中国务院 无人用时 总来找我 后来周恩来那里需要用人 就向军队要 军队给多了 军队也吃不消 军队里也需要好干部 我在办事组会议上 还发过牢骚 说是总理再这样要人 军队也快没人用了 文革中间 按照那个时候的标准来衡量 又要能干过硬 还要背景清楚 缺干部呀 逃赵关系 这个时候不是障碍了 要打倒的时候 是逃赵黑线 要解放的时候 是工作关系 完全取决于 党内政治斗争的需要 狠批赵 打倒赵 解放赵 使用赵 所谓翻手为云 覆手为雨 都在一念之间 赵也是运气好 中共九大大换血 林彪被确定为 毛的接班人 中南的干部 季登奎 黄永胜 邱惠座 全面进入中央权力核心层 赵在北京饭店住了一晚 这一晚没有睡好 第一是床太软 第二是变化太快 不适应 这个变化 比在省委第一书记的任上 被打倒还不适应 没有任何的铺垫 由广东最大的走资派 文革的敌人 政治贱民 没有任何预兆地 换了人间 来到北京 受到周接见 住进北京饭店 突然睡北京饭店的 席梦斯 巨大的失重感 可想而知 而且跟孩子说 后半生的愿望 仅仅当一个 连员县委副书记 管农业 就心满意足了 结果连跳了四级 当上了 内蒙古自治区的 党委书记 远超预期 周给了赵 一套中央文件 赵有一天一晚的时间 恶补他四年 与世隔绝的中央精神 更出乎预料的是 赵在内蒙 受到了犹太中的 最高礼遇 犹太中亲自率领 内蒙的党政军 核心班子成员 到火车站 隆重迎接赵 这个场面 让赵大为吃惊 由1980年初 调任成都军区司令员 赵紫阳以 四川省委第一书记 成都军区政委 政治局委员的身份 破例 亲赴机场 隆重欢迎 而且80年代 由离职 休养广州 赵去广东视察 以总理之尊 波容登门问候 赵一生 私交谨慎 赵游 关系 算一个 赵 落难付出 自况 像是国民党 流用人员 受到游如此的尊重和礼遇 定然刻骨铭心 赵急匆匆认命 急匆匆赶路 赶着开内蒙古的第三次党代会 党代会原定于上午9时召开 推迟了10分钟 主持人向大家解释 会议要推迟一点时间的原因是 中央决定派赵紫阳同志到我去工作 现在他还没有赶到 为了在党代会上露面 紧赶慢赶 说明赵出山是个临时的决定 党代会的代表 绝大多数人不认识赵 有记载说 主持人宣布为赵推迟开会时间 主持人的话音一落 台下就立刻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 而且持续的时间很长 当穿着一身劳动部工作服的赵紫阳 出现在会场主席台上的时候 台下又响起了更热烈的掌声 赵在这次党代会上当选为 内蒙古区党委书记 排位第五 分工主管农牧业生产 后又兼任内蒙古 革委会副主任 1986年 赵领导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 说到民主选举问题时 举了一个例子 龙岩市连续三届市场候选人 都没有得到人大批准 第一届是从外地来的 来了十天就选 接着又举了他在内蒙古党代会上的 被选举的例子 赵说 还有更快的 我当内蒙的时候是上午到下午当选 当事人回忆的上述细节 新华社记者说是敢开幕式 赵说是敢闭幕式选举 内蒙古第三次党代会的会期是 1971年5月13日至18日 一头一尾差了五天 选举领导人的程序一般都是在闭幕当天 赵的记忆应该是准确的 照想说明他在内蒙古党代会上当选书记 像是一个玩笑 根据中央的意见 一个陌生人之前没有进行起码的代表资格审查 即便这个审查资格程序的合法性可质疑 便进入了内蒙古的第三次党代会 以极快的速度选为了自治区区党委委员常委 进而管农牧业的书记最终完成了政治身份的天上地下的改变 对赵是天大的好事 却不能让赵心安理得 赵去之前不了解 内蒙古是文革动乱的重灾区 社会动荡时间之长 纠缠问题之复杂 血腥气之浓烈 居全国之冠 1966年至1971年5年发生了一系列的事件 落落大端 既有前门饭店会议打倒乌兰夫 两次军管挖塑内人党事件 肢解内蒙古 文革前期毛先后从京基 彭真 军队 罗瑞卿 大内 杨尚昆 意识形态 陆定一 四个要害方面下手 清除文革障碍 在制造了彭 罗 陆 杨 反党集团冤案的同时 制造了乌兰夫冤案 1966年5月26日 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会议通过了毛主持起草 并亲自修订的文革纲领新文件 516通知 会议期间还平行开着 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 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主持的 解决内蒙古问题的 华北局前门饭店会议 后者5月21日召开 7月25日结束 开了64天 内蒙古自治区的党委成员 各蒙市委的书记 区党委各部委负责人 直属机关党政负责人 和部分旗县负责人出席会议 这个会议最具有戏剧性的场景是 乌兰夫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出席了最终打倒 彭罗路阳反党集团的 政治局扩大会议 作为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 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 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的上将军衔 出席了以打倒自己为结局的前门饭店会议 华北局给乌兰夫扣了五顶帽子 三反分子 民族主义分子 修正主义分子 内蒙古最大的走资派 埋在党内的一颗定时炸弹 这当然不是华北局的意思 在全国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中 乌兰夫是最早被打倒 最早受批判定性上纲上线最高的一位 这是一起相当突兀 蓄谋痕迹明显的事件 乌怎么会跟彭罗路阳有同等的分量 有史家分析说 前门饭店会议是毛泽东为发动文化大革命 而采取的一个重要的防卫性步骤 内蒙古的边境线4000余公里 与苏蒙接壤 呼和浩特距离北京只有600余公里 如此重要的地区党政军大权掌握在乌兰夫这种人手中 是毛泽东无法放心的 有一定的道理 但还不要害 毛的重大政治措施 特别是人事 往往有多重含义 中共把蒙古称作蒙修 蒙古修正主义 苏联称作苏修 苏联修正主义 1969年珍宝岛事件后 毛提出深挖洞广积粮 不称霸 在全世界制造敌人 首先制造了与中国边境最长的两个国家 苏联蒙古这两大旱敌 苏蒙是蒙国 距离毛的经济太近 毛把乌与彭罗路阳等量器官 有其现实威胁的考量 但这只是一个方面 毛洞乌还应有更重要的因素 1966年7月2日 刘少奇 邓小平 康生 与乌兰夫进行交底 这是邓小平的话 核心的指责是有两个 第一 搞民族主义 第二 搞独立王国 这些罪名与汉族地区所谓的地方主义类似 不过还有一个理由 说不出口 留苏 乌在中共的资历深厚 完美 1923年入团 1925年入党 并且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后进入莫斯科步兵学校学习军事 1947年主政内蒙古 一直到1966年 蒙古王的角色持续了20年 已然做大 是中共党内最大的藩 内蒙七蒙二世地域辽阔 虎聚北部 碧林苏蒙 逼近金基 可谓强藩 危险程度远大于叶剑英 方方 谷大存 冯白居等 在中共建政初期经营的广东 削帆除隐患 或是前门饭店会议的真正主题 所以打倒乌兰夫 以及紧接着其后的内人党 八速 八进 肃清运动 一个连续的政治动作 动摇了乌兰夫的政治基础和体系 是中共建政以来 最大的一次血腥削帆 乌兰夫被打倒以后 内蒙古大乱 军人深度介入 之所失控 武斗 停工 停产 交通瘫痪 围攻 纠斗 区党委 军区 出现了严重的无政府状态 1967年4月 中央决定 对内蒙古实行第一次重点军官 调青海军区司令员 刘贤全 担任内蒙古军区司令员 为道职 由北京军区副司令员 滕海清代理刘 并且最终接替刘的职务 并调遣27军 69军的军人内蒙应变 1967年11月1日 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 滕海清担任内蒙古自治区 区革委会主任 后又任中共内蒙古革命委员会 核心小组组长 党政军一把手 打倒第一书记 大乱军管成立三结合革命委员会 与广东别无二致 所不同的是 军管和革委会的成立 局势并未稳定 反而发生了更加持久的大动乱 内蒙滕海清时代血雨腥风 发生了骇人听闻 至今蒙古族人创伤难以愈合的 挖塑乌兰夫内人党事件 内人党全称 内蒙古人民革命党 成立于1925年 是国共两党在内蒙古合作的产物 30年代中期解散 抗战胜利以后又恢复 一直运作到1947年4月 内蒙古人民代表大会 中共派遣乌兰夫主导 内蒙古局势后彻底终结 文革期间 作为全国性整肃的一个部分 制造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 思维逻辑从中央传向了内蒙 从内蒙的现实 向内蒙的近现代史延伸 迅速演化为 以挖新内人党为名的 大规模的民族清洗 与社会清洗的挖宿运动 甚至殃及到了辽宁 吉林 黑龙江 宁夏 新疆等省市自治区的 内蒙古族聚居地区 全自治区共挖内人党 346,220人 迫害致死16,220人 严重伤残87,188人 史书记载 挖宿内人党迫害 内蒙古族人 逼供姓酷刑几十种上百种 惨绝人寰 不忍促足 内蒙古因此发生了第二次大动乱 甚至发生了军人化变 集体进京上访 包围军委等严重事件 1969年2月4日 毛同意肢解内蒙古 向周边省和自治区化解危机 7月19日中央将北京 兰州 沈阳三大军区的负责人 召到北京召开紧急会议 通过了关于变更内蒙古自治区行政区化的工作会议 基要 基要说 根据中央的规定精神 与有关方面协商 将呼伦贝尔门化归黑龙江 其中突泉县和柯佑前旗化归吉林省的白城专区 哲里木盟化归吉林省 召乌达盟化归辽宁省 巴延朱尔盟 俄纪纳齐和阿拉扇右齐化归甘肃 阿拉扇左齐化归宁夏回族自治区 七盟二市缩小为四盟二市 原内蒙古对苏盟漫长的边境线 由三大军区来联防 九大结束后不久 1969年12月19日 北京颁布 中共中央关于内蒙古实行 分区全面军管的命令 对内蒙古实行第二次军管 以北京军区司令员 郑维山副司令员杜文达 副政委黄震堂张正光 组成前线指挥所 以上四人组成的党的领导小组 郑维山任书记 杜文达黄震堂任副书记 对内蒙古革命委员会 实行一元化领导 全面接管内蒙古党政军大权 1970年12月下旬 北京军区改组 以涉嫌陈伯达反党活动罪名 李雪峰郑维山被打倒 李德升吉登奎 在毛队林彪集团 挖墙脚掺沙子甩石头 总体部署下 入主北京军区 内蒙古军区降格为省军区 结束军管 北京军区副司令犹太中 接任内蒙古前职司令员 省革委会主任 在内蒙古第三次党代会上 当选为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 灾难深重 满目疮痍 这一切是赵被解放之前 内蒙古文革初期故事的大致轮廓 赵在内蒙古待了10个月 1971年5月至1972年3月 夫人梁伯奇带着妞妞赵武军 一家离开了流放地 迁居内蒙古 赵回湖南搬家时 乡中机械厂的领导 特别带着他参观了 全厂各车间 此前按照规定 赵只能是住家和前宫车间 两点一线 在一个很封闭的空间里活动 不能去其他地方 赵在乡中机械厂流放 劳动改造11个月 对这个地方却完全陌生 赵和夫人是河南人 对面是敏感 湖南的美食 对赵家记忆最深的 除了辣依然是面 赵家从广东流放到湖南 长沙下火车换汽车 路过乡乡 在县委招待所午饭 瘦肉猪油面条 味极美 赵说将来有机会再吃一次 到了内蒙古 则是另外一番美食天地了 犹太中为首的新前旨 驻扎在呼和浩特新城宾馆 内蒙古党委第一书记 以及四个书记 前三位都是军人 除了军区政委 吴涛 家都不在乎事 宾馆按照军队的惯例 分小赵中赵 小赵吃饭的有书记常委们 赵吃小赵 家属吃中赵 赵说他从未吃过这么好的伙食 犹太中很大方 茅台酒随便喝 赵有解放感 归属感 生活和工作上上了正轨 赵对自己的排第五倍 分管农牧业的角色很满意 说你看我在这里 能做些工作 又不用负那么大的责任 赵的状态 心态 与文革大趋势的喘息 调整是同步的 广东与内蒙古 天南地北 地域差距很大 差别主要是地理 气候 农牧业种植 养殖结构 以及耕作方式 内蒙古地域辽阔 人口稀少 物产丰富 1947年5月1日 内蒙古自治区成立 七蒙二市面积 118万3千平方公里 占全国总面积八分之一 是广东陆地面积的6.5倍 是法国的两倍多 农牧业地区 分别为牧业农业 半牧半农区 土地面积17亿7千万亩 居全国第三位 其中耕地8千万亩 居全国第六位 天然草场13亿2千万亩 占区总面积的70% 全国草地面积的27% 居全国第一位 照后来总理国家 牧业经验主要来自内蒙 文革前全区总人口近1300万 其中汉族人口1130万 蒙族人口144万 其余的为回满 达沃尔 厄温克 厄伦春等少数民族 人口约是广东的三分之一 照来时 内蒙古已经被肢解为了斯蒙二世 面积缩减了二分之一强 但是主要的农业区 核桃地区流了下来 除了大草原木业 照对华北区 纪鲁域 中原区 铜柏区 南洋地区的农业工作方式并不陌生 而且照在广东负责农业15年 参与中共建政后一系列的 关于农业政策的制定 是中共高层文明的农业专家 和农业政策专家 深刻地了解中共农业问题的弊端 问题 有一整套解决问题的思路 从这个角度看 内蒙古的农牧业问题 与其他地方大同小异 照的办公桌 玻璃板下压着一句话 心中无数 下不出一招好棋 照在内蒙古短短10个月 主要做了三件事 也就是下了三步棋 第一步棋是调整政策 1971年9月6日至28日 照主持召开了自治区农业 牧区政策座谈会 制定了关于农村牧区若干政策的规定 简称农业十七条 第二步棋是学大寨 11月18日至12月6日 照主持召开内蒙古农业学大寨会议 并且与吴涛率领有关部门 公社以上的党委负责人 基层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单位代表 内蒙古军区内蒙古生产建设部队 代表800余人 包专列赴山西大寨取经 第三步棋 制定农业机械化方案 12月22日至1月14日 照主持召开全区农牧业机械化会议 讨论制定了全区农牧业机械化发展规划草案 提出了关于加速实现 我区农牧业机器化问题的报告 三步棋 政策 政治 技术 精心布局 颇有节奏 其中农业17条最具有实质意义 中共建政以来 特别是合作化以来 以极左路线 极度剥削农民 以实现工业化原始积累的思想 政策导引下 管 卡 压已是常态 农业问题的核心是农村政策问题 赵夏乡很快发现了 内蒙古农牧区普遍的问题是 粮区没粮吃 牧区缺肉吃 进而发现了三自留 自留地 自留处 自留树的问题 自留处 半农半处地区 农牧民靠吃肉 没吃的 农民积极性不高 结果是农牧民以小换大 自家的小牲畜换集体的大牲畜 集体的牲畜越换越小 自留树 房前屋后种多少树都有严格的限制 自留地 有的地方全收了 有的地方没收 但是很少 这一切都严重打击了农牧民的生产积极性 以致农村经济破败 农牧业凋敝 照解决内蒙古农牧业问题 从恢复并且增加农牧民的小自由 三自留入手 三自留涉及到了千家万户 农牧民生产生活的大事 执行起来不太难 吹康贱密 大问题小切入 举重若轻 当然 大与小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判断 且看决策的过程 1971年9月6日至28日 赵紫阳在霍河浩特宾馆召开了农村牧区政策座谈会 参加会议的是一些有代表性的生产大队 公社 旗 县 以及自治区的相关人员 这个长达22天的座谈会认真分析了内蒙古农牧业生产的现状和历史 制定了发展农牧业的政策 差不多每天晚上赵紫阳都要来到这里 听取各小组的情况汇报 特别是会议的最后几天 进行到各项政策的具体制定阶段时 赵紫阳每天都来和大家一起讨论研究 在制定具体规定时 威系到了农家的自留地 每人应该留多少 牧民的自留处每户应该留几头 房前屋后的树应该留几棵 每一次听取汇报 赵紫阳都是谈笑风声 从善如流 所以每天晚上的汇报会都开得很活跃 有声有色 当时还正处于文化大革命时期 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已经发挥到了极致 平均主义的歪风横行霸道 许多地方一天的劳动公分只有几分钱 有谁愿意去劳动 自留地自留处等 都是社会上最敏感的神经末梢 这个时候 如果谈自留地自留处等问题 是要冒很大风险的 而这次的座谈会上 却畅谈了这些十分敏感 而又期待解决的问题 并且提出来了解决的办法 赵紫阳听取大家汇报时 假如有的小组汇报说 每家的自留数应该留三颗 有的说应该留五颗 最后赵紫阳都是选最高的数字拍板 如说到山区养毛驴 算不算自留处的数量内时 与会者对这个问题争论不下时 赵紫阳说 毛驴在山区主要是交通工具 这个就不要算在自留处的数量里了 农业十七条要大概一番的样子 其解决内蒙古农牧业问题的雄心 看看这十七条的标题既知 第一条 坚持人民公社三级所有对维基础的制度 第二条 正确执行以粮为刚 全面发展的方针 第三条 认真执行牧区生产建设方针 第四条 进一步落实自留地政策 第五条 允许社员饲养少量的自留处 第六条 鼓励社员种植少量自留树 第七条 发展和办好社对企业 第八条 大力发展养猪事业 第九条 坚决反对平调 严格控制非生产性开支 第十条 认真搞好粮食分配工作 第十一条 正确处理积累和分配的关系 第十二条 搞好劳动记仇 克服平均主义 第十三条 加强财务管理 第十四条 认真解决超支借款问题 第十五条 认真解决贫下中农牧困难户的问题 第十六条 把手工业劳动者的生产活动 纳入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轨道 第十七条 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 保护生产小队作为生产 分配基本核算单位的权力 坚决反对一平二调 极左共产风 极力扩展农牧民的小自由空间 借助广东大饥荒恢复时期的经验 大力发展 养猪事业 乡镇企业 一看便知 农业十七条 对既往内蒙古农牧区推行极左政策 有很强的针对性 是一个全面纠左反左的文件 对此有人疑虑 在那蒙古刚刚遭受了挖塑内人党创伤 农牧区长期实行极左路线的背景下 制定推行农业十七条是否会有政治风险 赵的回答是 1961年制定的农业六十条并没有作废 里面的原则还可以用 赵很敏锐地把握到 1971年与1961年的形势 有着情景和逻辑上的一致性 所以要借着钟馗打鬼 农业十七条导言有这么一段话 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 继六十条 是人民公社建设的纲领性文件 对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起了巨大的作用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情况有了新的发展 但是农业六十条中关于人民公社现阶段的基本政策 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 仍然是适用的 必须继续贯彻执行 细读农业十七条 不像是一个被监禁流放了四年 刚刚解放出来的 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主持制定的文件 自理行间 看不见惊弓之鸟的谨小慎微 左顾右盼的心理阴影 农业十七条规定 被生产队没收 美其名曰是集体代更的自留地 一般应该退给社员 牧区社员自留处每户养羊 十至十五只 最多不超过二十只 农区的每户养羊三到五只 半农半牧区可以稍多一些 少数地方社员生活需要的 每户可养毛驴一头 积极鼓励社员在房前 屋后院内和生产队指定的其他地方 植树并且长期归社员所有 社员养猪可拥有饲料地 猪以130斤以上为起点 每口讲饲料量60斤 布票二尺 每超过一斤讲饲料半斤 允许社员养母猪 养猪 猪多肉多肥料多 是一笔猪粮经济账 广东经验的照搬 为什么要专门提出 可以养驴和养母猪 驴属于大牲口生产资料 不允许个人养 养就是资本主义 母猪也不许养 养母猪是为了猪仔 下猪仔卖 卖猪仔就是资本主义 这些争论是全国性的 不仅在这次制定 内蒙古农业17条的座堂会上讨论 照的农业17条产生 还有一个背景需要交代 即1970年8月下旬至10月初 国务院在大寨和北京召开的 北方地区农业会议 会议主旨是 扭转北方粮食供应严重不足 南粮北调的局面 实现1956年到1967年 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 粮食过黄河跨长江等 没有实现或者已经荒庆的目标 12月11日 国务院下发了 国务院关于北方地区农业会议的报告 会议还讨论制定了第四个五年农业发展规划的设想 重申了农业60条中 关于人民公社现阶段的基本政策依然适用 必须继续贯彻执行 农村人民公社现有的三级所有对位基础的制度 以及自留地制度 一般不要变动 适当的话小 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的生产队的规模 禁止一平二调恢复劳动定额管理和平工计分制度 小包工制度 在抓紧粮食生产的同时 开展农林木副渔业的多种经营 杀住没收自留地之风 采取措施鼓励社员的家庭养猪事业 这个会议是左手打右手的会议 毛1964年提出的农业学大债 实际上是对农业60条的消解对冲和修正 大债的根本经验有两条 意识形态搞阶级斗争 大批促大干和公设大队两级所有制 到底是实行农业60条的三级所有 还是实行大债公设大队的两级所有 在私卿运动和文革极左思潮下 还有全党皆知 毛对农村所有制高度集权偏好的主导下 结论是不言而喻的 实际上 北方农业会议诸项目标并没有落实 全国各地风起云涌的农业学大债运动 继续推行两级所有 一平二调 收自留地 限制农牧民饲养 家勤家畜 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政治的 与北方农业会议平行 还开着一个庐山会议 1970年的庐山会议 打倒了政治局常委陈伯达 毛发动了针对林彪军员集团 新一轮的血腥党内斗争 社会阶级斗争与党内路线斗争叠加 与什么北方农业会议落实 毛从头至尾都很勉强 骨子里十分不喜欢 又不得不妥协的1961年的农业60条比较 孰重孰轻 赵复出以后 在周恩来给他的全套中央文件里 应该包含着北方农业会议的文件 国务院主持召开的 纠篇纠左会议文件不会漏掉 北方农业会议显然是 照纠左反左的抓手依据 文革期间 目前尚没有发现 其他的省市自治区出现过 农业17条类似的反左文件 为了保障农业17条的实施 内蒙古农业学大寨会议结束以后 照主导了思想意识形态 政策观念的反左 1971年12月29日 内蒙古日报发表了社论 增强政策观念 认真执行党在农村牧区的经济政策 社论说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 但是有些同志却对党的政策这种重要性认识不足 他们说路线错了是方向问题 政策错了是肢解问题 只要路线对头不怕政策过头 这是把路线和政策对立起来 或者说割裂开来 这种认识显然是错误的 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 总是通过正确的政策和错误的政策之间的斗争 表现出来的 刘少奇一类的政治骗子 为了实现其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 不是从右的方面推行三字一包 四大自由 物资刺激 分田单干等右倾机会主义政策 就是从左的方面提出 割掉私有制尾巴 向共产主义过渡 否定价值法则和等价交换 推行左倾机会主义政策 以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立 妄图达到其瓦解农村牧区社会主义阵地 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 我们党关于农村牧区人民公社现阶段的基本政策 所规定的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三级所有 按劳分配等价交换的原则 在保证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发展和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 人民公社社员可以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 牧区的社员可以有少量的自留处等 在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 仍然是适用的 不能随意改变 我们必须坚持党的原则 反对自作主张 自立规章 任意修改党的政策的无组织无纪律现象 在某些人中间有一种情绪 政策过头了却不愿意纠正 他们把纠正这种错误看成是倒退 说什么将来总是要走这条路的 已经搞了也就算了 何必后退 这种情绪对于落实党的政策妨碍极大 必须予以高度的注意 应当指出 把明天要办的事 勉强拿到今天去做 并不是方向路线对头 纠正这样的错误 绝不是后退 恰恰相反 而是创造条件 以便更好的前进 社论还严厉的指责说 不怕政策过头是一种极左思潮 是无政府主义的表现 给宁左勿右的人扣了一顶政治大帽子 左与右关系怎么摆 以躲避左的攻击 社论有一段精彩的表述 我们执行政策 左了不行 右了行不行呢 也不行 左和右在实质上是一个东西 只是表现的形式不同而已 左和右这两种错误倾向 对于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政策 都有极大的危害性 所以在执行政策中 出现了左了就要反左 出现右了就要反右 当反右的时候要注意防左 当反左的时候要注意防右 在注意到一种主要倾向的时候 要注意可能掩盖着另一种倾向 这就是所谓的左与右的辩证法 不同时期有不同的重点 态度似乎鲜明 却是曲折 委婉表达 左与右须与实 轻与重 似有侧重 却有着微妙差别或不确定性 分寸感完全在于当事人的揣摩拿捏 用语言的模糊性 不确定性 对付政治的模糊性与不确定性 是一个叙述的策略 这套语言 局外人是摸不着门的 政治的诡秘 风险也在这里 赵对这套游戏规则炉火纯青 赵看清楚了 不管怎么搞政治运动 回过头来 还是要吃饭 要过日子 于是旗帜鲜明的反左 很策略的批判割私有制的尾巴 向共产主义的穷过度 重提了价值法则 重提了农业六十条的三级所有 对为基础 按劳分配 等价交换 这些基本原则 并且利用了左与右之间的互换性 机会主义特征 批右也批左 言之凿凿的指出 不然的话会坠入左倾机会主义 也有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立 妄图达到其瓦解农村牧区社会主义阵地 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 而且警告说 谁妨碍实施反左政策 谁就是无组织无纪律 右是屎盆子 左也是屎盆子 关键 这屎盆子谁有权利来扣 啥时候扣 怎么扣 欢迎继续收听第13章 赵复辟